不渐渐赶快让我们惊喜一波好不好 使命面纱都接很久了 当然谦哥刚刚提到了 就是说因为谦哥一直以来的态度或者是观察点 都是中国是海洋大国要走出去的 美国所谓的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第三岛链是封不住我的 与此同时呢我们来跟大家说说 这个是美国美军司令的印太地区司令部的司令 叫做阿奎利诺 他在4月份不是要下台了吗 他在下台之前呢 就递交了他任内的最后一份书面报告 他就发现哦 他说你看这个解放军已经研制出了最新一款的隐形轰炸机 他只用了隐形轰炸机 但是大家都知道了肯定是轰20了 所以说感谢美军又再一次的官宣了轰20的存在 还有呢他有提到了就是火箭军的东风27的高超音速中程导弹 这个对于美军来说简直是太难应对了防不胜防 于是乎呢我就想请教一下千哥 我去看了一下美军其实有一个自己所谓的火力环的策略 呃现在大家图中看到了 所谓的内环呢就是射程在1000公里里内的中近程的导弹 他就要部署这些导弹在内环 中环呢要扩充到射程1000到3000公里的地方 大概就是大家图中看到的中间这一圈的一些岛礁上或者是国家上面 最后那一圈呢就是射程在3000到5500公里的中远程导弹 包括了大家看到澳大利亚的北部啊关岛啊都是在内的 这有点像是第一导链第二导链第三导链 但是我看有专家把它形容叫做装了牙齿的火力环 因为岛链只是为了围堵中国 但是他现在如果要在岛链上面安装导弹的话呢 这个完全就是对中国进行源头打击了 我想请教一下谦哥如何看待美国印太司令下台前的这一份中国报告 因为他在4月份就要离任了 以及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三年了吧 美国的这个所谓的火力圈策略对中国来说影响大不大呢 当然大 因为他等于是直接威胁到你的本土的安全了 换言之也就是说美国他努力要打造的 就是他能够直接用导弹 所以他在海外设基地 就能够把你整个中国大陆整个覆盖在里面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他当然思考的 那也就是不只是在于 菲律宾 在澳大利亚 在日本 在韩国部署 这些导弹 他未来有可能会再往东盟的国家 往中亚的国家 那边去发展他的外交关系 发展他的军事关系 那发展这些的目的就是说 他要能够全方位的 那对于中国大陆的本土进行全方位的一个攻击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导弹计划 那当然要做到这一点的话 他就必须要 第一个透过外交 那也就是说 他要经过很多的外交努力 例如说把中亚的一些国家 挑拨他们跟中国大陆的矛盾 让他们跟中国大陆产生怨 或者是把那个南洋 例如说把这个 印度挑拨到他 就是要威胁到中国 甚至他会把更多的导弹基数 那么移交给印度 让印度能够攻击 或者是未来他跟印度 建立起一个准军事同盟的关系 然后把他的导弹基地 放在印度这个部分里面 这样的话他才有办法 对中国大陆的本土进行 全面性的一个攻击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未来在北冰洋 在韩国 在印度 然后在台湾 在这个菲律宾 然后在澳大利亚 在南太平洋的岛国里面 他都会想办法 建立起一个导弹的一个基地 那当然这个部分里面要看 他未来有多少筹码 影响到这些国家 所以我觉得未来 中国大陆跟美国 事实上在外交上 还是继续要去进行 强烈的斗争 这个斗争的力道 是绝对不能够停歇的 这一部分 第二个部分 中国要从防御走向攻击 那怎么样从防御走向攻击呢 也就是未来中国大陆 也要在美国的这个南方 那么建立起更多的 这些盟友 那么也在这个地方 设立更多的导弹基地 能够直接威胁到美国的本土安全 当然美国会利用他的颠覆 暗杀推翻那些跟中国大陆建立起更好的国家的这些 然后会给他污名化 因为这是美国过去常用的做法 就是说只要有哪一个国家跟大陆比较好 他就污名化那个国家 污名化以后他就去制裁那个国家 接着他就是推翻那个国家 他一贯采用同样的 这个模型叫做教科书式的一个作战方式 美国大概只会用这一招 但是我觉得这个随着大陆的国力越来越强大 只要有一天中国大陆完全超越美国了 其实这个要仰赖于 目前还在美国的很多的华人 尤其是中国大陆出去的这些华人 如果有很多海外的华人 他们事实上他们已经是相当的成熟 相当的杰出 那中国大陆事实上现在的国家也好 大学也好研究机构也好 甚至企业单位 我觉得都可以提供给这些海外的华人 一个庞大的舞台 其实这些人如果更多的人都回到中国大陆来 我相信对中国大陆的各方面的发展 会有一种加速器的一个能量 因为这些华人是很杰出的 可是他们一旦能够再回到中国来去 贡献他自己的时候也成就他 贡献国家成就他自己 也让他的物质能够很优渥 甚至比他在美国的物质更优渥 他的研究环境是更为优良更为宽松 这样的话我觉得会加速中国的这个力道 那当然这个要看大陆本身 能够提供给这些科学家多少诱因的 因为不能够完全依赖于民族主义的情感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考虑精神层面 也要考虑物质层面 也就是你不能只是违心论 你还要违物论 那两个都要有违心违物都有 辩证的合一 我想这样的话就是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 都陆陆续续回国 而他们回到中国 感觉到中国的环境越来越好 然后这个国家越来越美 每个城市 然后每个乡村 然后每个人越来越文明 官员没有官僚了 然后大家都处得非常好 他在这个地方有很强烈的认同感 有得到发挥的一个空间 那他就会去对比他在美国 在欧洲生活的处境待遇 那你想想看他对于自己的祖国 有更大的希望跟未来的时候 他怎么会不回来呢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努力的事情 是 谦哥刚好讲的就是我们之前一直所讲的这个中国梦 中国梦要怎么样去实现 谦哥讲到的这个海内外华人华侨朋友们 这个真的要努力了 美国梦是美国欢迎所有全世界各地的人 你来我美国你帮我实现我美国梦 现在要实现中国梦的时候了 谦哥讲的话大家应该听懂了 感谢观看